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class. I am your teacher, Sinti Di. I am from Harbin. Hello, young boys. In this class, we are going to learn dialogues about China and culture culture. Lesson 11, part 1.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课堂后一起来学习汉语。 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要继续来学习《对话中国物质物态文化篇》第11课的第一部分。 那么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中国人喜欢住什么样的房子。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要来了解中国人的一些居民的建筑。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学习这节课的课文部分。 OK, let's look at the test in this lesson。 那么这个对话发生的背景是 玛丽暑假从南方旅行回来 和董老师聊天。 OK, look at the first sentence。 董老师说 玛丽,旅行很开心吧?有什么收获? OK,那么这里呢是董老师询问 玛丽在旅行中有没有什么所了解到的新的东西? 收获就是说你新学会新学到的东西。 OK,玛丽说 嗯,吃了在北京吃不到的小吃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还看到了很多跟北方不同的建筑。 OK,那么玛丽在这里说呢 她吃到了一些在北京吃不到的小吃 也就是说有地方特色的食物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还看到了跟北方不同的建筑。 那么这里的建筑呢 就是指一些楼或者是房子 那么这些建筑 OK,那么董老师说 你说的是什么建筑? 是房子吗? 玛丽说 是呀 南方的房子是坚定的 还有少数民族地区住的楼房 和北京的不同 是竹子和木头来建的 OK,那么这里呢 玛丽呢 她原本是生活在北京 看到的都是北京的一些建筑 那么她暑假去南方旅行 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建筑 那么她看到南方的房子是坚定的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楼房 和北京的也不同 董老师说 看来你还挺注意观察的 中国这么大 你想知道中国人都住什么样的房子吗? 那么 董老师的这句话中就包含了说 中国国土面积广阔 那么居住的建筑也是不有不同 北方和南方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今天这一块呢 我们就要来学习 中国人喜欢住什么样的房子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老百姓的房子呢 也称为是民居 民居呢 就是指老百姓住的房子 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 不断的改进而形成的 那它除了具有居住的功能 人们还把自己的审美情绪 融入到了这个民居的建筑中 那中国面积广大 地形复杂 是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 再加上地理环境 民族风情的不同 呈现出来的建筑 样式也不一样 因而中国民居 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 那中国有句话是 故土人类 传统的中国人 非常重视自己的房子 世事在在 生活在固定的组屋 不愿意搬家迁移 那安居乐业 是中国人追求的一种生活目标 安居就是要有房子住 乐业呢 就是要有满意的工作 那么最终安居乐业 值得就是有 固定稳定的房子 老宅 以及有一个满意的工作 那么首先 我们看北方最传统 最常见的民居呢 是大院 以北京四合院 和山西大院为代表 北京四合院 已经成了中华文明的名片 那么四合院 邻居 相连 形成胡同 加上四合院 反映出来的 老粉天的风情 透射出独特的文化内涵 构成了独特的胡同文化 胡同里的风情 人情深深地吸引着 从外游客 尤其是外国人 认为在胡同 流言 或者坐在人力车上 来个胡同一日游 才能感受到真正的 北京的韵味 那么这是北京的四合院 我们再来看一下山西大院 山西大院也很著名 如山西齐县的乔家大院 那么电视剧乔家大院 就是在那里实地拍摄的 那你从中呢 也能领略到山西大院的神韵 那么我们这幅图为大家展示的 就是山西大院 OK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安徽 安徽自古以来 是经济发达的地区 因此 邻居的形式呢 也是比较讲究的 本墙辉瓦 细致精美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看到图片呢 是安徽的特别 那么还有江南水箱 江南水箱又可是小桥流水林家 用木制实质的房子 淋水而建 青砖灰瓦 也映在绿树中 倒映在小河里 那么这是江南水箱的建筑 那么此外呢 还有闽南客家 土楼是北方汉人 未必债乱 一宝而修建的 是一种防御性很强大 邻居的形式 在山里 树层中的土楼 远看像是外星人的灰笛 充满了神秘的色态 那么还有 黄土高原地区的 黄土通户 开丸容易 窑洞就成了 滑洞西北地区的 主要的租住形式 而西南地区由于 炎热多雨 又有蛇城出入 那里的传统建筑形式呢 是通风 黄巢 黄巢的 钓角楼 中备利用了当地生产竹 木料 如苗族 土家族的钓角楼 云南载族的钓角楼 等等 猪楼等的 那么北方的蒙古族 住在美丽的蒙古包里 蒙古包像一种品账草 便于拆卸安装 适合沿路生活 那么还有呢 在中国的广东 闻电地区 还有一种碉楼 也是具有欧美风格 而显得与众不同 如著名的福建开平 碉楼 因为那里是著名的桥乡 历史上很多人 为生活所迫的还在去谋生 赚了钱就回到互相盖房子 他们从国外越来越 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 设计风格呢 也具有所在国家的 这种名区的特点 但又保留了中华民族 成品的特色 比如外表洋化 但是楼的名称 和这个一些装饰呢 却是有深刻的 中华文化的内涵 是中西结合的点心 那么当然 随着城市 从文字现代化程度的 不断加深以及人口的 不断增长 传统民居被越来越多的 高楼大厦所代替 高楼大厦呢 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的 主要的局地场所 那有趣的是 曾经向往着有朝一日 住进高楼大厦 享受现在生活的中国人 在愿望实现后 却很快 对几乎消失的传统民居 产生了深深的困念 又开始回归土地 回归自然 能在远离城市 喧嚣的乡村 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老式民居 成为了人们的又一个奢望 那么今天这一课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了一些 传统的中国民居 OK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the Oral by Irma